好了 美国白宫宣布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12月9号到10号 以视讯方式召开领袖民主峰会 邀请全球多元民主政体的领袖 受邀名单到现在还没有出炉 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3月10号的时候 曾经在出席众议院外委会听证会时 允诺过会邀请台湾参与峰会 布林肯当时表示 台湾是强奸民主政体与科技重镇 也是个能对世界做出共性的国家 当时这个说法现在来看的是 第一届的峰会将会聚焦三大主题 包括对抗威权 打击贪腐 以及促进对人权的尊重 白宫指出如果情况允许 而第二届的峰会将会以实体方式举行 现在关注的是大陆会不会有任何的回应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召开记者会表示 如果对方的国防经费成长的话 日本也应该相对的调高国防经费 麻生指的是中国大陆正在加强军备方面 日本必须有所因应财势 强调考虑到东海南海 台湾海峡的局势 日本一定要有所因应财行 作为贺阻力 增加国防经费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据了解大陆今年度国防费用呢 大约是新台币五兆八千两百亿元 这个数字呢是日本的四倍 那么因为中国大陆的海洋行动扩大 北韩开发核物以及弹道飞弹 日本从2013年度之后呢 连续九年国防经费成长 2015年度以后呢 每一年的国防经费都是创新高 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 在日内瓦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全球累计病例数达到一亿例之后呢 只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那么上星期呢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 现在已经超过了两亿例 但是呢 他说实际上的病例数可能更高 而且以新冠疫情发展的趋势来看 明年初全球确诊病例总数 将会超过三亿例 而这个部分呢 其实呢 谭德塞说取决于所有人的作为 还是有可能有机会做改变的 除了新冠病毒之外 谭德塞也示警 西非正出现关注的马宝病毒案例 谭德塞表示 上个星期 吉内亚共和国通报 新南部一名男子死亡 世卫也正在追踪 大约一百五十名的接触者 谭德塞说 马宝病毒和新冠病毒不同 但是防疫重点都是一样的 而马宝病毒的疫苗 也正在开发当中 目前没有疫苗获得核准 根据世卫的资料显示 马宝病毒通常和暴露在果服 就是一种蝙蝠 它是栖息的这个洞穴呢 和这个矿坑呢 都有关系 而这种疾病会突然发病呢 就是会伴随高烧严重头痛等不适的症状 那么在过去的病例当中呢 依据病毒株还有病例处理的不同 致死率的范围可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八十八 这都是有可能的 先前在南非安哥拉还有肯亚乌干达干果 都有传出过马宝病毒爆发以及零星的案例 但是这一次却是马宝病毒第一次出现在西非 美国疾管预防中心CDC表示 根据一项新的分析显示 新冠疫苗不会增加流产风险 因此孕妇应该接种疫苗 美国CDC指出在这项新的分析中 没有发现关于孕妇接种疫苗的安全疑虑 接种疫苗后的流产率和预期发生流产率是一样的 在美国呢 孕妇是可以接种三只获得紧急授权疫苗的其中一款 包括辉瑞莫德纳或者是交生疫苗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日本新增确诊一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例 这个数字再刷七号的记录创新高 尤其病例数呢 新增的部分呢 是以西日本为主 有九个辅县确诊病例都创当地的新高 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日本疫情已经从首都圈扩大到西日本地区了 而且关西地区疫情急速扩大 现在京都府市适用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今天十二号将召开防疫小组会议 而且政府呢也打算在这个会议之后呢 考虑要求日本政府对于京都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同样是在关西地区的兵库县新增确诊六百零八例 是疫情发生以来第二多的记录 同时兵库县也正在考虑要向中央政府请求对兵库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东京都新增确诊四千两百例 重症有一百九十七人已经连续两天都创下新高了 开放餐厅内用到底有没有传染风险 来看大陆郑州发现有住在同一个社区 但是不同动的民众都遭到感染的案例 而南韩媒体MBC报道 三号在全罗道呢 穆普市发现有两名大学生出现咳嗽肌肉酸痛的症状 到院检查确诊新冠 但是这两名大学生没有接触过确诊者 这使得当时有一度让这个疫调呢 是找不到感染源 南韩官方的持续追查发现 有另一名确诊者的足迹 他也到过同一家咖啡厅喝下午茶 经过比对这个时间点呢 确诊者离开四分钟之后 这两名大学生进到店里 只是为了等待打工的朋友下班 全程二十分钟没有喝东西 没有吃东西 也没有脱下口罩 就因为刚好坐在确诊者 坐过的同一张桌椅上 也染疫了 没有接触过确诊者的大学生 染疫竟然是因为在不同的时间点 坐了同一张椅子 现在全罗南道的这个保健福祉局说 大部分染疫病例呢 常和确诊者 是同一个空间里头发生的 但是如果和确诊者共处一室的话 病毒是有可能透过环境 或者是其他接触传染 因此建议大家在使用公共空间之前 应该以酒精擦拭来降低传染几率 而南韩五月到八月的时候 已经失败电子旅行证 九月现在宣布要开始正式实施了 允许海外旅客入境 而适用对象是免签证 和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入境韩国的 一共有112个国家和地区 率先开放给美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 46个国家 其中亚洲地区有10个 包括港澳台还有日本 再来看的是阿富汗的持续后续消息 驻阿富汗美军预计在这个月底 要完成撤离 现在华游报道 原本美国情报在6月的时候是预估 阿富汗克布尔在美军撤出之后 可以抵抗塔利班半年 甚至可能拖上一年的时间才会意图 最新情报预估时间已经大为缩短了 到90天甚至一个月之内 克布尔恐怕就会沦陷 甚至传出来有官员认为 克布尔可能撑不过一个月 阿富汗官员宣称 克布尔目前并没有直接受到威胁 但是CNN报道 美国国务院正在开始讨论 是不是将人员从克布尔的大使馆撤离 而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也说 国务院每天都在评估使馆人员的安全情况 美国总统拜登说过 过去二十年 美国在阿富汗花费超过一兆美元 光是训练还有装备就超过三十万名的阿富汗政府军的军人 那么在美军撤出之后呢 拜登说阿富汗自己要开始团结 必须要为自己而战 为国家而战 现在阿富汗总统甘尼也为了加强动员各地民兵武装 对抗塔利班 自行已经飞到了北部边境大城来进行动员 那么因为阿富汗有三十四个省会 现在塔利班说在六天之内就已经攻占了九个省的省会 这是代表的是阿富汗领土的百分之六十五 已经有塔利班了 接下来将进一步要夺下十一个省的省会 连阿富汗政府官员都警告 塔利班有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 就会拿下首都克布尔 您想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或者是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天电视频道首页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而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全球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